在纽西兰拍照,随便拍都有美照 在纽西兰拍照一定要记得带拼光镜 不要像我一样,忘记带拼光镜 因为那边天空很蓝,水很蓝 那我们用拼光镜才可以拍出那种水下面没有反光很蓝的样子 或是天空比较没有光害的样子 这样会比较好 在纽西兰拍照一定要带广角镜头 因为什么都非常壮阔,什么都很大 甚至GoPro都觉得有一点不够广 那当然如果有360度的相机一定要随身攜带 那在纽西兰拍照,我觉得也需要带一个超望远镜头 因为它们的地都非常大 拍摄的物体通常都距离你非常非常远 你拍摄的物体跟背景距离也距离非常非常的远 这时超望远镜头就非常好发挥 在纽西兰空拍也非常好用 因为可以飞超高超远不怕断圈 用空拍拍的纽西兰山都非常整齐,水都非常蓝 让你可以看到比你眼前更壮阔更遥远的美景 如果要空拍的话 电池记得一定要带够多 因为你飞出去一定就是好几公里之外 你一下就没电了 所以你可能要带很多很多的电池 不然你就要带车充在车子上充电 纽西兰的地非常非常大 每一个风景区也非常非常大 很多地方是开车开不到的 都要走好一阵子你才可以走到目的地 所以摄影器才尽量减轻重量 不然你会非常非常的累 纽西兰的风非常非常的大 是那种你人口被吹走的那种 所以会有沙或水噴过来 所以你要记得随身携带擦拭镜头的工具 纽西兰晚上的光害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星星的话 记得带一支三角架去 纽西兰也几乎没有路灯 所以你拍照时间要好好规划一下 记得晚上要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避免你晚上看不到路回家 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五集 摄影片 那下一集呢 是我们的生活片 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 欢迎订阅